在第三天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川普的新副手万斯将会作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正式接受提名 在外交政策上万斯主张美国应该将注意力由欧洲重新转向东亚 他此前还提到中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另一看点是川普的前顾问纳瓦罗也会到场 在周日晚 千辛和川普在右耳带伤下再次来到共和党大会 现场爆发出阵阵掌声欢迎 随着竞选搭档的出炉 川普的人事部署也备受关注 川普此前曾在媒体上透露 考虑邀请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戴蒙 出任美国的财政部长 并让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完成任期 与此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马不停蹄的造势 周二 拜登在川普遇事之后第一次参加公开活动 他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有色人种协情会的年会上为自己拉票 美国总统拜登 美国总统拜登 总统拜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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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将来做这个 我认为他的讲法是美丽的 我认为他有什么需要的 任何其他人说的 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周三表示 正在就前总统川普遇刺未遂事件展开调查 重点是审查特勤局在确保川普竞选活动安全方面的流程 在周四 我们将会迎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重头戏 美国前总统川普预计将会接受共和党的正式总统提名 并且发表演说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无明 赵凤华 威斯康星周密尔我及时报道